为了不让女儿的样貌被外人所知 等马丁站起来时 就剩下他自己了 此时马丁也对这个神秘的女孩产生了兴趣 他们相约第二天继续交流 他联系到雷蒙 交出自己的真实照片 替换了报纸上的画像 马丁回到赌场闷闷不乐 他看到报纸上的佩奇 下定决心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继续演奏钢琴 佩奇在酒吧认识了一个女孩 两人很投远 他们到处游山玩水 还把照片寄给父母 杰奇卡根据照片上的参照物 当在医院醒来时 自己以被记者为的水泄不同 媒体像见到外星人一样 不停曝光佩奇的每个举动 一时之间 佩奇成了人们最喜爱的特殊人物 爱德华在接受采访时却称 佩奇是个怪物 应该关在笼子里 父亲急忙拉走了爱德华 怒斥他要迎合公众 为了挽回局面 爱德华昧直良心到佩奇家提亲 马丁看到报纸 想要揭露爱德华的丑恶嘴脸 但他不是贵族 又不想伤害佩奇 只能无奈接受了这个事实 举行婚礼的时候 爱德华满脸的不情愿 佩奇看着台下的父母 佩奇的父母 看似一直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她 但是从心里来说 他们是嫌弃这个丑女儿的